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却是一个有点奇怪的小男孩 他在游乐园里头和父亲失散之后 不仅不哭不道 更是对自己的父母闭口不提 甚至在派出所里头住了好几天 都没有任何想回家的意思 这个小男孩的举动 为什么会跟平常的孩子不太一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节目 这是2016年3月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城乡派出所里的一幕 画面中的这个活泼的小男孩 派出所的警察呢都叫的小蘑菇头 这已经是小蘑菇头在派出所里待的第三天了 但是他的名字依然是个未解的谜团 小蘑菇头为什么会跑到派出所来了呢 事情还得从2016年3月11号那天说起 这里呢是杭州乐园 也是小蘑菇头第一次被人发现的地方 对游乐园的工作人员说 当时的小蘑菇头孤零零的一个人 坐在游乐园的这个休息区 怕孩子一个人不安全 工作人员呢就把他领到了接待部 而且通过游乐园的大广播 寻找孩子的家长 可意外的是一两个小时过去了 竟然都没有人来认领这个孩子 这就让游乐园的工作人员觉得有些不对劲 接着他们就打电话报警了 接警的是杭州市公安局 萧山分局城乡派出所 接到报警之后呢 警察很快就赶到了游乐园 可是眼前的景象呢 却让他们有些意外 小蘑菇头非但一点都不慌 反而还挺兴奋的蹦蹦跳跳 对于一个跟父母失散的孩子来说 这种反应也有点太奇怪了 可奇怪的地方还不止这个 当警察问起他跟谁一起来游乐园的时候 小蘑菇头的表现也是让人挺纳闷的 一番学问下来警察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先说家长啊 小蘑菇头说他是跟爸爸一起来的 可究竟是什么样的父亲竟然能够心宽道 把孩子丢在游乐园里头 而且这么久都不来找啊 而小蘑菇头的这个举止也同样让人想不通 一般来说一个才四五岁的小孩子 突然间和家长失散了 惊慌哭闹 这都是很正常的 可是小蘑菇头呢 他不仅不哭不闹 反而非同寻常的镇定 而且像这个年龄的孩子 通常都能够说出父母的名字 可是小蘑菇头呢 却不一样 当警察问他爸妈是谁的时候 他等于只是笑笑 并不回答 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些抗拒 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眼看着从小蘑菇头这里 根本就问不出个所以然了 警察呢 随后就调取了游乐园的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显示 小蘑菇头是3月11号上午9点多 和爸爸一起出现在游乐园的 当时他的爸爸穿着一件橘色上衣 还推着一件白色的行李箱 11点47分 小蘑菇头的爸爸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里 这个时候小蘑菇头和那个白色的行李箱 都已经不见了 之后小蘑菇头的爸爸静止走出了游乐园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小蘑菇头的爸爸为什么要把孩子丢在游乐园里呢 他离开游乐园之后又去了哪呢 遗憾的是 由于当天游乐园出口的这个监控探头出了故障 这些问题呢 警方一时没有头绪 那孩子要怎么办呢 没办法 警察只要把他带回到了派出所 小蘑菇头很活泼 也很乖巧 很快就适应了派出所的这个新家 他不哭不闹 很快就跟警察玩到了一块 看到这也许有人会说了 这小蘑菇头别看年纪小 还挺省心的 然而这个时候呢 警察的心里头却有几分沉重 看着小蘑菇头跟谁都很亲近的样子 警察的心里头充满着疑惑 这孩子也实在是有点太不寻常了吧 一般四五岁的孩子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 他会有一些不安啊 紧张这种焦虑的情绪 因为他似乎好像就是非常的乖巧 然后对很多人他也是微笑啊 然后乖乖的也不发脾气 像这样的话 他就是比较刻意地去讨好各种各样的陌生人 但他可能会成长在一个 就是不太稳定的一个环境当中 所以他心里面对于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一块 我感觉他稍微有一点欠缺 负责心理疏导的警察觉得 小蘑菇头这种过分的乖巧 恰恰证明了 他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孩子 可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一个年仅四五岁的小孩子变成了这样呢 不仅如此 从小蘑菇头的这个口音来看呢 他似乎不是杭州本地人 警察呢也曾经多次试图向他打听他的家乡和父母 可是没想到每次警察说到这个 小蘑菇头的反应都特别不对劲 就是跟他另外互动的时候就挺活跃的 然后他也挺配合的 但是只要涉及到这种家庭 包括他个人信息上面的话 就是他就是不管胡胡 就管自己 就是不来理你们 从小蘑菇头的这个表现来看呢 他似乎特别不愿意提起自己的父母 这种和父母之间的距离感 为了让人有些惊讶 说到这里呢 可能有人会有想法了 这个小蘑菇头该不是会被父母遗弃的吧 说实话 当时呢 其实警察也是这么想过 可是他们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遗弃的话 一种就是小孩自身身体健康的原因 比方说有严重的疾病 根据以往办案的经验呢 警察认为被遗弃的孩子 一种是健康上可能有缺陷 另一种呢 就是家长因为家庭条件 比如说经济压力过大 而舍弃了孩子 可是小蘑菇头呢 在派出所住下之后 警察带着他到医院 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健康伐漫的问题 而至于家庭条件 从小蘑菇头身上的这个真皮夹克 和名牌运动鞋来看 警察觉得小蘑菇头的家庭条件 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可是这就让人怎么都想不通了 既然小蘑菇头根本就没有被遗弃的理由 那他的父亲怎么会把孩子丢在游乐园里头 接着就不管不问了呢 在小蘑菇头的身上实在有太多的遗团 而这些遗团呢 似乎也只能等找到孩子的家人之后 才能得到解答了 可这件事呢 难就难在这了 小蘑菇头闭口不提 警察要上哪去找他的家人 从小蘑菇头随身携带的课本上 警方了解到他叫许林松 于是呢 警方连夜在网上发布了寻亲信息 并且留下电话 希望知情者能够联系警方 尽快找到孩子的家人 而就在警方发布了寻亲消息的第二天 小蘑菇头的遭遇也引起了当地媒体的注意 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昨天下午三点多 杭州萧山警方 昨天中午杭州乐园的工作人员 发现一个小男孩 一个人 消息传播的极其迅速 关于孩子的身份 以及他被丢弃在游乐园里的原因 很快就成了当地的热门话题 有这么多人关注 小蘑菇头的爸爸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了吧 这一次事情可没那么顺利 寻亲信息发出之后 虽然也有热心网友提供过一些线索 但是经过调查 对方呢 跟小蘑菇头并没有什么关系 这项事情就真的是难办了 都说众人失财火焰高 现在这么多人一起找都找不到小蘑菇头的爸爸 那到底是去哪了呢 还好希望并没有消失 经过细致的调查 警察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 我们通过小孩子跟他父亲进园的时候 进杭州乐园的时候的时间点 查到了就是说 这个父亲在网上面购买杭州乐园的一个电子票 在这个电子票当中 就是查到了这个父亲的信息 电子票上的信息显示 这名男子叫许明 31岁 将信南昌人 经过照片比对 警方认为许明应该就是监控市民当中 小蘑菇头的父亲 在许明的个人信息当中 警方还查到了一个手机号 他们很快就把电话打了过去 第一个电话打过去的话 电话是通的 通了之后没人接 但是等到我们第二个电话打过去的时候 就关机 监制不接 之后就直接关机了 许明的这个反常举动 让警察顿时就产生了怀疑 他这根本就是故意的 事情发展到这 有一件事情似乎是越来越清晰了 那就是虽然并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但许明呢 好像确实是一切了这种孩子 一个当父亲的做出这种举动 这实在是令人愤怨 再加上许明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警方呢 很快就赶往南昌 一天之后 赶往南昌调查的警察传回来消息 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意外的消息 根据调查 早在几年前 许明就已经从这个户籍地搬走了 根本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而另外一方面 在这个许明的详细户籍信息上 他名下虽然有个孩子 但却并不叫许林松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说警察白忙活了这么久 竟然找错了人 正当警察满腹疑惑的时候 事情竟然再次发生了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反转 就在事情发生后的第四天 有一名女子找到了警察 而她的出现更是把人惊讶的嘴巴都长大了 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子 她竟然声称小蘑菇头是她的孩子 这个是这么回事呢 刚才我们说到 就在小蘑菇头被遗弃的第四天 她的爸爸没有出现 反倒是一名女子突然找上门来了 这个是谁呢 她姓胡 胡女士一露面 情绪似乎就失去了控制 谢谢你们 我真的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要不然走得好笑 什么 这胡女士竟然是小蘑菇头的母亲 而且听胡女士这话的意思 她似乎是刚刚才知道孩子被丢在了杭州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胡女士是这么说的 她说派出所里的小蘑菇头 就是她的小儿子许林松 她还有个大儿子叫许林可 而孩子的父亲也正是许明 不仅如此 胡女士还告诉警察 之前她根本就不知道许明带儿子来到杭州 她也是在网上看到新闻 才知道儿子竟然被遗弃在杭州了 这才赶紧从南昌赶了过来 胡女士说的倒也不像是假的 再加上她说的其他情况呢 也跟警方掌握的信息比较吻合 于是呢 警察就把胡女士带到了孩子的跟前 可是接下来的情景呢 却让人万万没想到了 和想象中不同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你不认识我了 和想象中不同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并不是母子相逢的感人画面 按理说孩子跟母亲应该是很亲密的 可是这个小蘑菇头怎么就根本不认识胡女士啊 难道说胡女士是在撒谎 从胡女士的出现开始 事情变得更加一斗同生了 该怎么解释呢 一起来听听胡女士是怎么说的 胡女士说呢 孩子不认她呢 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别人可能不了解 实际上他们母子俩已经有两年多没见过面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早在两年多之前 胡女士呢就跟前夫许名离了婚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两个孩子都归了许名抚养 按说呢 就算是孩子给了许名胡女士这个当妈的 也是有权利去看孩子的 可是当时呢 许名似乎根本就不这么认为 就是过年啊 平常打电话给她 要么就不急 要么就不让你看 我们就是 所以就搞得这么苦 没有看小孩子呢 虽然在胡女士的口中 许名一直都是在阻止她跟儿子接触 所以现在呢 儿子才不认她 不过呢 与此同时胡女士也说了 许名平时对两孩子还是不错的 从小蘑菇头的这个穿着上也能看得出来 她并没有委屈孩子 可是她为什么就突然间起了遗弃儿子的念头呢 胡女士接下来给出的推测 那简直就是让人大吃一惊 原来许名是有一个女朋友的 胡女士怀疑 是不是这个许名和她的女友出于什么原因 和解火来把孩子给丢掉的呢 那么事情真的像胡女士所说的那样 虽然许名依然是下落不明 不过她的女友警方还是很快就找到了 她姓杜 浙江省荣有线人 然而当杜女士得知许名把自个儿的小儿子丢弃在杭州的时候 她也十分惊讶 我是觉得她这样做不对的吗 她是那个什么 那工作要不变好吗 也不应该这样的 杜女士也说 在她的印象里头 许名对孩子一直都是很好的 她也不明白许名怎么就突然间把孩子给丢了 而至于孩子的母亲的这个怀疑 杜女士呢 她觉得十分委屈 她表示自己虽然跟许名依然并没有血缘关系 但两个人相处的却非常融洽 她之前带孩子出去玩过 孩子有时候还管的叫妈妈 要说她会跟许名一起计划一系孩子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事情发展到这儿 许名一系孩子的动机呢 越来越让人想不通了 一切的疑问 似乎只能等到找到她本人才能够得到解答了 可问题是许名到底在哪儿呢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急冲冲地来到派出所 而她的出现终于为整件事情带来了最重要的转机 我昨天前天晚上才赶回来 我也怕家里面出事 我就是第六感一样 你刚刚回南厂是吧 对呀我刚赶回来 因为我这个车票在这里 这个急急忙忙赶过来的人呢 也姓许 事实上她正是许名的父亲 在派出所里 许名的父亲还向警察出示了她手机里 孩子的照片 她说自个儿就是在网上看到孙女的照片之后 这才十万伙计的从香港赶回来的 就是很着急 也很生气 看到她 我真的会打她一顿的 许名父亲的出现 事情的顿时就柳暗发明起来了 经过父亲的劝说 2016年3月16号 也就是事发后的第六天 孩子的父亲许名 终于来到了派出所 一直不肯露面的父亲终于出现了 父子俩谁都没有说话 不知道在这个时候身为父亲的许名 会不会有一丝厚恶和自责 而随着许名的现身 一个最重要的谜底终于要揭开了 许名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要丢弃自个儿的亲身骨肉呢 据许名交代 这个荒唐的举动呢 其实都是她脑子一热的结果 许名说2016年3月事发那天 她本来是想带儿子来杭州旅游的 可是快到中午的时候 却突然发生了个意外 许名发现 前一阵子刚向她提出分手的 这个女友杜女士 竟然有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虽然在几个月之前 杜女士就已经向许名提出过分手 然而得知杜女士另结新官的消息 许名还是完全无法接受 她的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 许名说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挽回女友 而在这种激烈的情感的支配下 她做出了一个荒唐的举动 竟然就这样 把孩子留在了游乐园 一生惠想的离开了 按照许名的说法 其实她也担心孩子的安全 但是当时呢 因为被挽回女友这个念头 冲昏了头脑 她急着离开 所以才犯下了 把孩子丢在游乐园的错误 然而这就是全部的真相了 在警方看来 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原来早在把孩子带回派出所的时候 警方就检查过 小蘑菇头随身携带的物品 在她的行李箱里头 警方发现了七条裤子 十件衣服 如果许名只是想带孩子出来玩的话 她为什么给孩子带了那么多衣服 自个儿却一件都没带呢 退一步讲 就算当时她急着 去挽回女友 作为父亲 她也应该把孩子安排妥当 再说 就算没时间安排妥当 那离开之后 她也完全可以通知其他的家人或者报警 总之许名当时有那么多的选择 可她偏偏一个都没做 就这样 把一个过零零的孩子 直接丢在了游乐园里头 而且时候许名还一直都回避警方的联系 这难道是一句脑子一热就能解释得了的吗 在证据和治疹面前 许名最终的还是说了实话 许名说她和前妻胡女士离婚之后 两孩子就一直跟着她一起生活 一开始呢 她请了个保姆 再加上女友杜小姐也会帮忙 所以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然而好景不长 这样的日子才过了一年多 许名的经济状况 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的生意赔进了不少钱 甚至连保姆都请不起了 抚养孩子的重担压在肩上 她越来越应付不过来 因为我要工作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的一个待案 因为许名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照顾孩子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都不到十岁的孩子 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寄养生活 大儿子许林可呢 是让许名的大哥帮忙照顾 而小儿子许林松呢 则寄养在了朋友黄女士家里 虽然这种缺少了父母关爱的生活 其实对孩子的成长并不好 但是据黄女士说 许名对孩子还是非常的宠爱和关心她 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她遗弃了小儿子呢 原来就在春节前夕 小儿子许林松在黄女士家玩火闯了祸 也许是担心孩子的安全 许名呢就把小儿子从黄女士家带走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杜女士向许名呢提出了分手 其实恋人之间分手原因往往不止一点 年龄因素 社会阅历等等 都可能成为两个人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然后当时呢 许名却觉得 女友杜女士要和她分手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她有孩子 在她看来 孩子已经成为了她的一种累赘 而在这种念头的支配下 许名终于失去了理智策划了这起看似意外的遗弃事件 2016年3月16号 许名因为涉嫌遗弃罪 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而这个曾经被父亲遗弃过的孩子 暂时由他的爷爷带回了南昌 之后孩子的爷爷呢 因为还要工作回到香港 孩子暂时呢又被寄养到了之前待过的这个黄女士那里 看着孩子孤独的身影 也许不少人都会觉得心酸 或许 许名真的是有自个儿的苦衷 但是父母的天职 就是要把年幼的孩子抚养成人 这不仅仅是法律的要求 更是道德的基本准则 所谓的生养 不仅仅是指给孩子生命 更是在提醒为人父母者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抛弃孩子 都是让人难以理解 也是无法容忍的 设计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发生了什么新闻的话呢 欢迎通过屏幕上的论论方式告诉给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 再见